各位親愛的家人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周周打開心靈的鎖石 信念的力量 每日歡喜的開心 讓我們有美好的一天 首先我們表示一個敬意 來恭請大德樞紐 為我們慈悲勉勵 表示一個敬意 掌聲熱烈 再 樞紐 好 好 三請坐 感謝天人師德 感謝妙吉大帝 感謝老蘇牛 更感謝我們各位家人 大家平安 大家好 蘇牛好 好 又到我們周周打開心靈的鎖石 我們來分享這個信念的力量 因為一切的幸福快樂美滿 是由心來決定的 那一切的痛苦 憂鬱 憂鬱 就是想不開 也是由心來決定的 好 因為你是幸福 和憂鬱 快樂和憂鬱 所以這兩件事情 會造成了 你身體的健康 你在洗衣的情境之下 可以促進腦下的昏迷線 可以使人洗液 健福情中你的五臟 都受到豬潤一樣 會比較健康 那如果你過得很憂鬱 想不開 看不透氣 不順眼 就這樣 這樣自然而然 你就會影響到你的身體 身體就久而久之 就要不健康 一件事都是有好幾個變 先一天 因為我二女兒她在上課 她告訴我說 我那個孫子叫翁竹藝 把她帶到我們的 從原道路的兒童教室去 那我就 到從政來 我就很自然的 就帶到我的辦公室 然後就吃點東西 我就帶她到兒童教室去 帶到那個地方 我說你要進去上課 她就是把我的衣服拉著說 阿公你陪我 那個當下真的是很尷尬就對了 就在那邊掙扎 她就是她要進去 就一定要我陪她 我要走她就一定要跟我離開 她就要到我的辦公室這樣 但是我 但是我 我今天如果到我的辦公室 你明明完成我今天的任務 我的任務是帶你到教室而已 阿 結果老師也在那邊安撫她 到最後沒有用說 那好我陪你 我陪你 她坐在前面 我坐在後面 教室裡面很多的同學都會說 翁主義來來做我們這個州 做我們這一州 也是很熱誠的 但是還是沒辦法感動她 因為她回西班牙 已經一連了 一連 所以她每年的暑假回到台灣來的時候 進入那個班 她都是認識她 結果她 她不認識別人 後來我就在前面陪她 她坐前面我坐後面 那後面的老師就從這個斜角 就照了一張相片 就PO到我女兒的耐心裡面 那當下周邊的人看到 說這一幕是怎樣 這一幕是怎樣 這一幕 啊 書女為什麼坐在兒童班 最後那一邊上課 那當下這個老師上課一定非常緊張 非常緊張 是 其實我 當下有好幾個 這種心境的起伏 第一 第一 我看到 兒童班上課的那種情境 那種情境 兒童班上課的老師很不簡單 他要講她的 不能受到環境變化的影響她的情緒 他就繼續講 這麼多的小孩子 有的吃東西啊 有的趴著 有的拿媽媽的衣服起來搖 就兩個 一個拿媽媽的衣服那個領子這樣搖 這樣搖 那一個就把媽媽的衣服 就拿起來包在頭上 那就 全部包起來 那個一看就知道媽媽的衣服 很多小孩子 喜歡媽媽的味道 再上課 整個班上課 老師在問的時候 大概只有兩三個人 跟她回答 奇異的 像我前面也坐了兩個小女生 隔壁 他們都很文靜 這個是 奇恩老師的兩個女兒 他們很文靜就坐在那邊 然後我就坐在她的隔壁 他們的隔壁 第一 很 就是那一幕 因為我沒有經過兒童教室裡面去 我坐在那邊 我欽佩 這個 兒童班的老師 真的那個修養要 經濟要很高 要很高 他只負責講話 負責講話 他講的那些 故事都 很有那個意義 很有意義 也許他舉了一個歷史說 有一個 一對夫婦帶了一個熊小孩 其實就帶了一個小孩 去吃火鍋 那吃火鍋 這個小孩就在那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這個家長也沒有阻擋他 然後把那個衛生主 就把他輸破 輸得碎碎的 就故意把他丟上去 把他丟上去 丟上去 而且 剛好一張 跑到隔壁州的火鍋裡面去 那 那一家人就回國 看他 瞪他一下眼 這個家長也沒有 也沒有阻擋他 家長也沒有阻擋他 阻擋他的小孩 這樣 喔 那後來他又 丟東西啊 又丟東西 啊 剛好又丟了一顆 一個東西掉到隔壮 隔壮的那個火鍋裡面去喔 喔 那隔壮的人又等他一下 夫婦親又沒有阻擋他 他又再跑來跑去 後來這兩個人都 出氣喔 他們的 他們的香煙啊 啊 手機洞都放在桌上 就出去了 結果 進來的時候 他的香煙 他的東西全部都放在火鍋裡面 他就想著說 就是你這個小孩 搗蛋的 結果他 就去衝衝的 跑去 把那個小孩抓起來 就放在 把他臉推到那個火鍋裡面去 那當下父母親 當下父母親就 啊 開始要抓這個人 那十塊這十萬 那個師父已經救不了了 那結果那兩個大人 父母親就和這兩位年輕人就吵架了 你想那兩個年輕人 早就帶了刀子 一個人捅他一刀 兩個人 兩個大人 就一家三個 就屬在那個現場 在那個現場 後來這兩個就離開 講話叫通緝 這兩個是殺人犯 殺人犯 你生下這個小孩要教育的時候 不對該教就一定要教他 一定要教他 當下就要教 我的孫子換我見面 如果沒有問 阿公早安 阿公好 或是說阿公午安 阿公晚安 就要剛見面 你一定要問這樣 沒有我會再怎麼叫你回來 重新再來一次 重新再來一次 這個是一個基本 遇到長輩的禮貌 然後你有侵犯到別人 你一定要說這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不能侵犯到別人 你的罪有可以 在火鍋店跑是很危險 萬一滑倒了 滑倒了 你說怎麼辦 就是因為你小孩子沒有教好 影響到一家人的生命 那兩個殺人犯 就在殺人了 在殺你們三個有差多少呢 這個叫做一叫做 惡有惡人惡 如果沒有人惡 地府鬼魂誰來當 惡啦 惡有惡人惡 如果沒有人惡 地府鬼魂誰來當 善有善人善 如果沒有人善 聖賢先和誰來當 就這樣 好 所以善惡就 差一點點而已 由你的心態去決定它 這個是 不是一天造成的 這個不是一天造成的 這是從你 從小它的成長過程中 你就是把它寵壞了 把它寵壞了 對 那就給它這樣 小孩教育到什麼程度 我們盡心盡力就好了 因為個人的聰明才主才華是不一樣的 還有個人的命運是不一樣的 但是做人的品格啊 做人的良善啊 做人的樂觀啊 做人的喜悅幸福 這個是要教的 你要去珍惜啊 珍惜 如果當下 和你守久不一樣 你要學習轉練 因為這是剛好 我在那個兒童教授 聽到老師在講這個課 一個一個問 喔 就這個故事來啟化我們 人也是一樣喔 大人也是一樣 這是小孩喔 小孩在表面看 這是個小孩嘛 錯在哪裡 錯在大人 你的小孩已經這麼大了 他在這裡餐廳做了這麼多 不對的事情 你都沒有提醒他 沒有教育他 他現在沒有被修理啊 總有一天會被修理 因為這是一個人的習慣的這種態度 習慣的態度 就像你看 一個貴婦 他穿著名牌衣服 帶著名牌包包 開著名車 就在精品店裡面買東西 結果警察來 拖他的車 拖他的車 第一點會拖你的車 就你停車 停錯地方才會拖嘛 你一出來 你如果說抱歉抱歉 我想想剛去經濟一下 和警方通融一下 搞不好 那個車子剛吊起來罵 再放下去都有可能 你知道嗎 結果他開口不是說抱歉 是罵 罵警察罵工作人員 這個王叉叉 就這樣 這樣 那個警察說 你再罵一下 你再罵一句 他說 再說王叉叉 那警察說開走 就開走 開走 那個貴婦又罵一次 那個警察一起 年輕的一次 年輕氣壯 一起就把他過衰 過肩衰 過肩衰 錢子就新開了 現在手機方面 很多人就在露營 你為什麼會養成你 開口就罵人 就是你的生活各方面 就是裝扮的 就是你的生活很富裕 但是修養 好像分數沒有及格 還是說那個子高氣養的那個 環境造成你 張文在主責別人的 都沒有看到自己 到底有沒有錯 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出來的 你講出來的話就是會這樣 所以為什麼要周 聽這個周周打開心的什麼的節目 為什麼要聽這個心念的力量 因為這不是聽了就會了 就是你聽了就懂嘛 但是 懂和會是還有一段修煉 修持 提醒 提醒 就是你有落屬於這一句話 哦 將你的靈魂的 記憶體 就是你的伺服器裡面 就去改變 放好的東西下去 瞬間發生的時候 你說抱歉抱歉 你整個就會不一樣 你可以體諒 就可以體諒 好 這樣 就不會發生了 所以你聽了 是你聽懂的沒有錯 聽懂了 能不能做 用那一回事 當初 這個孫尊倫啊 一個名醫啊 一個名醫 他在看病的時候 是很厲害 所以他名聲很好 但是 只要各地人 已經到最後沒有救的 都想到拼到他們家 給他看一下 結果都到他家門口 就死掉了 他都還沒摸到手 就死掉 沒有啊 拔麥都還沒 把那人死了 所以死了很多人 結果有人講說 這個孫醫師 孫尊倫 就這麼厲害 為什麼醫死那麼多人 真的很冤枉 他根本都連看都沒有看 就死在他家門口 沒有救的到最後 都要來抬 抬在他家門口 這個就是 你是名義沒有錯 但是 你的醫啊 印啊 那個印還沒到 印命嘛 命印嘛 這個命印 人的命印 要靠這個印命嘛 好就像我們剛才說那個 火鍋的那個小孩嘛 你今天的命印 就是你平常的印命 就印入了不好的 思維 行為 激動 態度 就在這個裡面 小孩子不對 大人跟人家吵架 跟人家吵架 跟人家吵架 就像 昨天我女兒 跟我說 我們那個五歲的孫子 翁主義去踢足球 他五歲和八歲的拼啊 哇 八歲的拼 結果來的時候 郭媽媽說 她不想參加這一隊 她說為什麼 她都不想 就這樣 她沒有講什麼 沒有講什麼 那 那 她就問 平常的小孩 她說 我那個孫子 跟人家比宗族 怎樣 跟人家比宗族 我女兒就說 心裡想說 她連宗族是哪一族 都不知道 怎麼會比宗族 但是她沒有跟人家講說 那我就跟她講說 不可以這樣喔 她回來問 翁主義說 主義 什麼叫宗族 她說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叫宗族這樣 對 因為她五歲 她在西班牙 一個禮拜 踢十五天的足球 結果 她現在在八歲 那個團隊裡面 那個八歲有受到威脅 受到威脅 因為她 她才是五歲 但是她 那個衝力 跟她跑步的速度 算很衝 因為西班牙的團隊 新人的就是這種魔術 從小就開始新人 一個禮拜七天 她要踢四天 真的是很拚喔 我看到那個影片 那個八歲的 她真的很敢衝 求戰你 她還跟她腳先衝下去 結果 那些大哥哥會把她推 結果那些幾動 那些幾動 就 我說 問了妳的時候 對妳處理態度就對了 沒有錯 我們不要去主責別人 我們交易好就好了 比賽過程中 遇到什麼種人 都在手難免 盡可能如果有機會 下課之後 買個甜點送送 所有的同學安努一下 我們回來才兩三個月嘛 時間也不長 慢慢她也會長大 所以這個病印 人的這個病印 你的病印 是妳印命出來的 這個印命這個過程中 妳一定要 好完好的地方印下去 就在那個火鍋店 這家人被砍死了 結果她在應命的過程中 都印入了不好的磁場 她的宿器裡面都不好 所以接著就會變成這樣 那我就相對說 我在談論 我就順著翁主義 我坐在她後面天客嘛 這個當下的我 要把她當作什麼 我是很忙的妳知道嗎 我是受委託 帶小孩到教室而已 想不到我會在那陪她 做一個小事 這個叫做甜蜜的負擔 如果你當下 想到妳有很多的事情 你會心如氣躁 但是我沒有 我坐著 叫雙肘 放著前面的椅子 小朋友的椅子嘛 這個都小時候 小小的椅子 坐在那邊之後 一個小時 課本來聽完 我感覺收穫很多 第一 我的心性修練的境界 透過轉練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陪小時候 一小時都沒有講話 小朋友都乖乖的 該趴著趴著 該吃東西 該睡覺就睡覺 該包媽媽的衣服 咬媽媽 那個 可以說 花樣百出 花樣百出 但是 我很崇拜 這個台山那個老師 好像什麼走 叫做什麼走 奴品走 奴品走 對 我真的是很強 很強 可以 不會受到情境的影響 這個要練 這個沒有那麼簡單 這個 就是說 你的情境 當下 沒辦法解決 你要透過人的轉練 透過人的轉練 這個轉練過程之後 有很多 你的儲備心會發單 發端 為什麼這個小孩子 他會睡覺 會睡覺 搞不好 搞不好 他昨天晚上沒有睡好 你不能一下就主折他 第二 搞不好 這個客他 真的不喜歡 但他是小孩 他有小孩 真的 你沒有透過那個儲備心 關懷心 他不乖 還是不聽話 就像你看 我那個孫子 他一回來 已經過一點 沒有和這些 同學在一起了 他不認識所有的人了 這樣 我常常陪他一小時 然後就帶他去 下個十分之后 帶他去尿尿去走一走 這樣 他說 我還是要滾爺爺 我要滾爺爺 我要滾爺爺 公要滾在你身邊 他說好 那你要到我辦公室去做 好 像這個 你如果不能體諒他 就會有很多的誤會 邪惡在你的主折之下 主折之下 有時候他會萎縮 或是狂貝 或是無奈 他就在那種 壓抑中的環境這樣 是 因為這個孫子 他現在 西班牙文英文和中文 我們同屬在學習嘛 還有數學的球手成華錶 都要背 還有足球 游泳 我現在小孩子 到底是 也算很可憐喔 也算很有福報 提足球 游泳這些 他們喜歡的 喜歡的 那到水晶老師那邊背經典 有一日他跟我說 水晶媽咪 那個太困難了 我說我能體諒 你看 就像你帶到一個國家 那個語言都不通 一直講那個經典給你聽 一定很困難 不過我也 疑心不忍你知道嗎 我跟他媽媽說 我跟我的女兒說 不然再找一個環境 找一個環境 好好好 找一個適應的 我們是在把握的 因為我今天要講這個把握當下 積極努力 重點要講這個地方 所以 也是在成長過程中 我們要給他 很充熟的 寫的應該寫的東西 那道場的經典 也是要學習 搞不好以後他是 在歐洲啊 開放推廣大物的一個 是一個 將才啊 一個 老書很重要 因為你到那邊 用西班牙語來轉換 但是你沒有把重點寫起來 又沒有辦法了解這個道理 這幾千年的文化 一定有他的文化傳承 留下來的那種 歸寶啊 有太好處的地方 才能變成這樣 所以 把握的每一個當下 是很重要的 對小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樣 今天講到破體那個地方 那我就再聽了一次的 那個 NVIDIA的那個指導長 黃崇星那個Johnson 他 記者在訪問他的時候 訪問他的時候 他就講過一句話 他說過氣很重要 過氣很重要 過氣很重要 過氣很怎樣 他為什麼叫過氣很重要 他說 我在餐廳打工 第一個工作 我就洗碗 九歲的時候他是打掃廁所 九歲是在農場裡面 學校農場裡面 十七歲的時候就在餐廳打工 他就負責洗碗 他把碗洗得清潔整齊 周邊都打掃很清潔 他在效力效能 各方面都非常講究 就感動了他的主管 之後發現 他這個真的很不簡單 那就派他到前台來 當服務生 當服務生 那個當下和他 和他是一種勉強 因為他本身是屬於 木那行的 但是他告訴他自己 這是給我機會 我要把握 所以他第一步先學習 笑 笑 學習笑 因為服務人家要保持笑容 這是他的做的 所以你看到他現在 沒開口他就保持笑容 就在那邊練起來的 有時候沒事就笑一下 笑一下 笑起來比較好看 因為服務人家 點餐 各方面這樣 他說這個是給我機會 我要勉強 所以因為他當下那種勉強勇敢 過程中叫做 駐造勇敢 結論 成就勇敢 對 所以剛起步 不能百分之一百 是你喜歡 或是你有信心 或是你有把握 沒辦法一百分 沒辦法 大概 有一點機會 你要把握 他要把握 這樣 吳京忠 他的態度就是 習近平的態度是對的 然後到前台來的時候 態度也是對的 他兩個態度是不一樣 一個是工作態度 一個是勉強的態度 勉強自己 叫做勉強勇敢 我希望我這次再講一次 勉強勇敢 創造勇敢 這個過程 每次都要勇敢 要面對客人 要客人 每個客人都不要點餐 你那個時候當下進對應對 要很厲害 他說因為他現在的口才 他那個膽識是從那個前台學來的 到現在今天成為三兆蘭 就是成就勇敢 很勇敢 他說 過去很重要 然而 他長大讀書嘛 可是後來 就找了三個同學 和他這三個人 就在一起研究 如何來創業 以前的蘋果的賈伯斯 包括微軟的那個比爾蓋斯 都有車庫可以開會 從車庫起家 黃春新連車庫都沒有 所以他們就在 打工的餐廳 這家餐廳 叫一杯細杯的咖啡 可以細杯啊 一杯 三個人三杯咖啡 喝一整天 開會都五個半小時以上 結果就 主管就 將這個事人就報告給董事長 所以這個 這個員工 以前這個員工 都 都 很認真 很認真 以前報告 現在說 都佔了我們一個位置這樣 都在開會討論這樣 那後來 這個董事長 他們開會完之後 要有低桶金啊 那沒有錢啊 那當下就 要找他們的董事長 那董事長他就 就接見他 因為知道他 是一個認真的人 態度很好 那就 黃年新就跟他報告 跟董事長報告說 我要做什麼做什麼做 要廢圖軟體啊 怎樣怎樣 這個GPU怎樣怎樣 那個董事長說 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他就沒有關係 董事長就打一通電話 給投庫公司的董事長 他說 我一個員工 以前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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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要自己開公司 要做這個 匯圖軟體這樣 這個人你可以投資他 可以投資他 董事長和董事長 就是同輩嘛 同輩講話 講話這樣 他比較能接受啊 這個投庫公司董事長 跟他投資了 他就擁有第一桶金啊 第一桶金 所以你看 你不要小看洗碗啊 認了一件小數啦 這些都累積你未來成功的每一個步驟 像那個火鍋店那個一家被殺的那個就是 印病的時候都是印到不好的動物體去 不要小看小 不要看的每一件小數 那對我們的道理來講 那就因緣果報啊 這是因嘛 你創造了很多的因 到最後的果 就可以找出來了 你一直音量不好的因 一定覺得不好的果 你音量每一個好的因啊 到最後他會結成好的果啊 真的想不到洗碗 想不到 想不到就一個前台學習這樣 改變人的一生 也因為在那種惡劣環節之下 你的謙卑心會跑出來 你的學習的潛力 想要學習成功 撒上講他自己啊 他自己的 等於說自己的 欲望不大 欲望不大 成功的幾率就很高 所以這就是過去很重要 其實叫做因緣果報 把握了當下 積極努力 往好的地方來走 你的 宿器 你的靈魂本質 就會裝一些好的東西 哪一天累積成功成熟了 出然而然 一爆發 他就會成功了 祝祝大家 成功快樂幸福 謝謝 表示一個敬 一掌聲熱烈 再 謝謝 感謝大德 孫女老師杯 謝謝 三大家請坐 其實這個 生活的案例非常多 就像我們李老師志雄 他的千金 因為我們在2023年的8月 有一群年輕人去到了南投仁岸鄉 本來要去辦夏令營 結果遇到風災了 他去服務創造了什麼 他的內心的改變 說原來社會還有這一筒不同的面向 那也因為這個姻緣 他在2024年的暑期 就拿到一個縣政府的獎助學金 25萬可以去英國一個月 接近是全額的補助了 那其實這是我們在學禮洗禮當中 要內化自己 使言行一致無偏移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 一直往內自己去提升自己的時候 你也會去對不同的人有所提升 好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再回到現場 謝謝大家